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因为电子书的出现 我们的纸质书更散发出它独特的魅力 我就特别喜欢纸质书 是因为我喜欢品尝它里面那种散发浓浓墨香的味道 可以让内心和文字之间归于宁静 对于我们00后来说 互联网带来的不仅仅只是阅读介质的改变 更是拖宽了我们的阅读视野 用起来流行的话来说 我们是在用互联网思维在读书 阅读它并不会因为新时代的进步而被抛弃 反而它会根据时代的进步而跟随它的脚步 就像诗词歌赋那些典故 我们同样可以娓娓道来 老师跟我们说 在书本里能读到这样的文章 轻轻地 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坐陪西天的云彩 而现在 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 听青色的脸 让我在等你 脸色被打掌心 离开了结局 如城市的情话 自自古自美丽 明言的笑语 当年的老师们 纸质书可以走遍全天下 但是要放在背包里 是真的太沉了 我们现在有电子书 可以随时随地 轻松地想读就读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本可爱书 手机电脑帮助我阅读 我们零零后 生活得真幸福 连读书学习都很酷 智能熟悉 也能看遍万种人生 数码里也有辙也知乎 开算有意 莫相扑笔 指书更原目 没有什么能够阻打 我们对阅读的向往 我们知道 我们很有个性 偶尔也会装乖耍酷 但是 如果要长姿势 一定要多读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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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千玺 太棒了 我好喜欢刚才这一段脱口秀 我觉得从刚才这一段里面 真的能够感觉到 零零后现在的阅读事 也更加地宽阔 而且阅读的这个整个的氛围 更加地让人觉得 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那我们想 千玺跟大家推荐一下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我最近在读一本叫 《虫子书》的书 什么书 《虫子书》 是我们知道那个《虫子》的书吗 《虫子书》 它都是《虫子》的足迹来形成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本书啊 对 都是《虫子爬归的足迹》 那旁边有翻译的字吗 其实没有的 就是所以你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 就凭你自己想象了 真好 那千玺你知道 你刚刚推荐这本 非常有趣的《虫子书》 其实在QQ阅读 也可以免费读到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说 是很新鲜的一个选择 那切西你平时选择书 有什么样的要求 或者有什么样的习惯 我平时其实就喜欢 按自己兴趣去选书 但是我觉得 我知道这样不是很好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 就是专门适合自己的方向去找 所以我今天来就想问一下 我明白 你有兴趣 但是你不知道 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给所有有兴趣读书 但是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找到了最好的 阅读选择方法的朋友们 请来了一位特别的老师 他在去年呢 获得了国际儿童文学最高奖项 国际的这个安徒生奖 这也是中国的作家 首次获此殊荣 但是呢 还有一点是跟我们的同学们 非常有关系的 就是其实呢 他推荐的书 全中国的青少年都要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是我们国家的 中小学教材的这个主编之一 那接下来就为大家请来 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北京大学的教授 曹文轩老师 有请曹先生 老师好 谢谢老师给我们推荐 那么多好的书 谢谢 老师刚才切喜提到了 说他现在是按兴趣在选书 我觉得这也是个不错的方式 但是老师 你有没有别的什么建议 给我们年轻人 怎么样培养好的阅读习惯 天下的书分两种 一种书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 还有一种书 是打完精神的底子之后 再读的书 另外大家有没有琢磨过 经典这个词 天下的书 汪洋大海一般 可是人的生命的长度 是有限的 是 怎么样在这个 有限的生命长度里头 读到最值得读的书 什么样的书 是好书 有一些书就穿越了 时间和空间 从较远的过去 依然过到今天 那么这样的书 叫经典 谢谢 谢谢曹老师 谢谢 其实刚才不仅是 千玺在认真的听 我在这边也学了很多 谢谢老师 今天千玺要读一个诗 给大家 我们先不说 做者是谁 我们直接请曹老师 来帮我们点评一下 这个诗好不好 细雨引了身下 青苔绿了石板 吹烟卷走过往 若当薄雾漫漫 阳关 不是故乡 西风卸了花残 古道远了边关 残阳染红昨天 若当难艳归来 理想 还在远方 我多么怀念那天下午 有慵懒的阳光和你 有慵懒的阳光和你 微风伴着幽香 水波随之荡漾 我背上行囊 望向未知的远方和你说 我走了 风也红了又淡 红雁近了又远 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 这条路的尽头在哪里 直到 你的消息传来 曹老师 麻烦您帮我们点评 指导一下这个作品 我觉得写得还是很不错的 你说它是瓷吧 不是 说它是瓷吧 也不是 可是它有瓷和瓷的味道 它有鼓风 为什么它有鼓风呢 因为它里头有一些异象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诗词里头 经常用的 西风 古道 残阳 等等等等 另外呢 它还是很有情调的 我一直觉得 情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去分析一篇作品 往往是都是从思想去分析 说这篇作品很深刻 我觉得情调 从某种意义上讲 比深刻还重要 谢谢 所以我觉得呢 这有点情调 另外呢 我刚才在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它写的是什么呢 它告诉我的什么呢 我可能喜欢它 但是我一下子不能明白 它一定在告诉我什么 这可能也说明它好 所以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有一些句子吧 好像和整个的风格 有一点点不搭调 当然 现在也欣赏另外一种美 叫 混搭 混搭 我特别喜欢这两句 西风险了花残 古道远了边关 这个远了是当动词来讲了 是 对吗 这有味道 但是呢 我多么怀念那天下午 这个和这个曲子 就有一点点 因为作者是真的很怀念 那天的下午 好 我们谢谢曹老师 好不好 谢谢 老师 我非常骄傲地跟你宣布 这首诗的作者 就是我的朋友 易阳千玺 千玺你几岁写的这个诗 这个就是前几天 就是北京下雨的时候 有那个感觉 然后就写了 怀念下雨的那个下午 对不对 好了 我们谢谢曹老师 我们也为千玺鼓掌 好不好 我觉得年轻人多读书 多习作 绝对是对自己的成长 有帮助的 也谢谢曹老师 为我们带来 那么多好的作品 谢谢 好 谢谢千玺 谢谢曹老师